劈踩生活这种自力自强的营队生活是现在的孩子难以想象的 慧文童军团暑假练营就带着一群国中生进行五天的营队生活 像是童军技能的刀斧竞赛火种制作 还有原子炭以及木炭炊煮香肠水饺等等 这些比较少尝试的挑战 不论是男生女生可都是吃足了苦头 不论男女都得拿起斧头朝八公分大的山木猛P 这是一场童军的当府竞赛 必须将这块大木分解成细木 堆叠生火稍断铭线才算成功 先卡到木头里然后就比较好用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 没有 看你都看你我脚赔了 对啊 批材是一个让他们就是之后去野外的时候 可以就是自己弄出一个火来 可以来取暖可以来煮食物这样 就连火种都得自制 用报纸捆绑沾上满满的辣油等 而紧接着还有原子炭跟木炭的炊煮 而目标是要烤出美味的香肠跟水饺 同学们得运用技能才能够顺利通关 火种升起来让它烧到那个木炭之后 再用力的去删它把它火让它起来 那如果没有 就是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你真的那一次就失败了 你可能要补考 慰稳童军团的暑假训练营 是由学长姐带领学弟妹来进行 在校内进行的童军技能 每一关都有其难度 也让这群国中生的生活体验大翻转 这个时间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方式 不仅是让国中在校的学生 他有一个正当而且不错的休闲活动可以从事 而且利用这个时间让校友可以回来 让他们在 把他们过去在这边所学到的一些经验 跟一些知识 跟一些不错的习惯跟品格 可以传承给学弟妹 也是在用前几年的流程 然后不断的更新 然后增加一些丰富的课程 让每一届都有比较不一样的体验 如果你是在手机上3C上面 你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但是如果你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话 你能感受到就是有那种温度在 所以我会一直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而这样的生活体验及挑战 对长期都在3C科技当中 成长的这一代来说是相当不兆计 除了同军技能 还有设计城市旅行跟萤火搭计等 来学习同军精神 团队也得要分工合作 让他们的暑假生活 多了更充实的整身体验 就铃铛话台中才放到